你现在来收听的是左边茶水间第十九集 如果你现在开始经营自己的自媒体 或者是想要在网络上创业 却苦无行销技法的话呢 今天这一集就是为你而做的 今天呢我们会以门外汉的角度出发来告诉你 如果从来没有经验或者不是相关背景出身的人 应该要如何自学行销 并且把这些资源运用到自己的品牌上 在开始之前呢我想要阅读一位听众在iTunes Store上面的留言 这位听众的ID叫做Elisa毛毛 她留言写说 谢谢Zoe让我在职场上更有方向 也谢谢Zoe让我接触Podcast 话题都很棒 你知道吗 其实毛毛是我们社群里面的一个听众跟粉丝 那在某一集 我记得在上集还是上上集的时候呢 她有在社团里面提问 那这样的问题问得很棒 我也把它采用用来当做一个节目的题材 所以如果说你有任何问题的话呢 我非常欢迎你加入我的脸书私密社团 你可以在上面提问或者是告诉我你想要聊的话题 当然也不要忘了在iTunes Store上面订阅留言 然后记得评分分享给你认为有需要的朋友 我们今天呢除了会聊到自学行销的方法 也会推荐给你几个平台适合初学者自学的资源 当然还有会怎么教你如何去洞察自己的分析能力 还有如何去检视自己到底有没有成长 如果你想要看这一集的文字稿呢 请在网址上输入zoeyk.co 写线自学行销 准备好了吗 让我们一起欢迎今天的来宾 盐中君 今天非常欢迎盐中君来到茶水间 哈喽 嗨 可以请你稍微和听众自我介绍一下 说说你是谁吗 嗨大家好我是中君 现在在Yota线上学习平台当品牌行销 然后之前有待在澳美广告跟台湾微软实习 现在正在水深火热行销冷道中休息 那因为我其实之前跟你聊过 我知道你是设计背景 那其实我也是 然后我知道我的社团里面有很多的团员 其实也都不是像我们一样 就是不是行销出身的 你可以聊聊你是怎么样从设计 然后开始转战行销的历程吗 这中间是怎么转换的 因为我大学是念互动设计 就是interaction design 那每学期其实都有一些分组的专题制作 那说起来也是蛮有趣 因为那时候当就是如果当团队内啊 大家都会设计的时候 其实男生都会变成工程师 OK 对所以女生他原本就会设计 然后比我强一点 那我又当工程师的话 那经过四年设计能力其实就变弱蛮多的 然后我就知道我自己其实没有办法在设计走得非常非常深 这样 所以我才转换一下跑道 然后另外一个原因是 我其实非常喜欢就是接触人群 然后当时有在就是大二时候在台湾微软实习 然后我接下来那个MSP 就是Microsoft的一个project的社群经营 然后也成功推起就是学生的关注跟住警 然后主办还有主办一个场次 然后报名还达到就是破败了 就是其实是我比较喜欢接触人群 嗯所以那个是一个契机就是这样 对它是一个 开启了你觉得我想要去行销这条路 对对对 那你认为完全不懂行销的门外汉 该开始的第一步是什么呢 如果门外汉假设你是学生的话 我觉得我觉得说你可能可以先从社团的举办活动开始做 因为因为像是如果你举办活动的话 你一定是必须招人进来嘛 你可能可以先去主动接下当行销部的人或是宣传部的人 那你其实就可以先碰到行销这一块 因为我觉得说有压力你才会进步 对吧 那如果你是社会人士的话 我觉得可以先从自媒体开始经营 写一些内容啊 或是做一些小生意 其实都可以练一下自己的形象 因为就是如果你没有一个专案 或是一个契机点 让你去做这件事情 你只是为了做而做的话 那其实不会非常长 我是这样觉得 所以就是如果以学生的身份来说 主动去可能承担团队的里面一个公关的角色 就有点像是分组报告 对对对对 行销公关宣传等等都可以啊 如果已经是社会人士的话 可能自己先来经营个什么小东西 可能是一个blog或者是自己的youtube频道 然后学着把这些东西推广出去 是这样吗 对对对 学习推广出去 那你中间可能会一定会遇到一些问题 你可能就是多看书或是多看资料 就可以把它补起来 就是要有一个压力这样子 那我们就直接来个接下来的问题 有什么样的平台跟资源 就像你刚刚说的 学习哪一些适合初学者自学的呢 有什么资源可以分享给大家 我觉得其实google就是最好的资源 如果是脸书的话 我最近都在看那个集资会所 集资会所 你知道这个吗 我不知道 它就是会 它是布莱美 就是一家Angels 然后他们弄的 那里面有一个人叫 御守前他会固定每个礼拜po一下 就是这礼拜正在哄的事情 对社群的东西 那他也会写入一些自己的评论跟猜解 我觉得蛮不错的 你可以加一下 这是其中一个 然后社群动 跟广告素材经典赏 还有我自己有创了一个社团 叫超媒体行销认者成二点 这个是脸书的部分 那如果我想要大量吸收的话 可以看campaign 广告的话可以看树营网 We love it 然后文案的话也可以去看梅花网 那这几个都可以补一些基础的知识 这些东西我可以再跟你要连结吗 可以可以 没问题 那你觉得要怎么样去增进洞察 还有分析的能力 因为这些东西 你刚刚所说的那些平台 看完之后 能不能吸收和能不能理解去分析 这应该是两回事 你觉得应该如何去增进 就是吸收和分析这一块的能力呢 增进洞察跟分析的能力 我觉得没有什么招 就是多看看国内外的案例 然后分析他这个campaign成功或失败的点 然后你就看看自己的公司的产品或企划 有什么可以截取的地方或方式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就是很清楚的列下来说 我觉得他可圈的地方是哪里哪里 然后我觉得他可点的地方是哪里哪里 透过这样子一而再再而三的 可以加强你的洞悉能力 是吗 对 没错 你自己也会这么做吗 我自己会啊 因为像我现在在YOTA 那如果我看到什么广告或是一些行销的方式 那我就会把那些点 然后看跟我们就是公司的有什么地方可以接 我有一个叫灵感部的东西 然后我会把 我只要闪过 我就会把它写在里面 但不一定要用啊 因为有可能跟当下就是你在跑的状态没有关系 嗯算是像是一个笔记本这样吗 对啊对啊 就是笔记本 就平常要多多累积这种练习 就可以增加一些动作跟分析的能力 嗯 那你认为在自学行销的路上 最难的会是什么事情呢 最难的应该是更新太快吧 因为如果 真的 像你看啊 你自己应该也会平常会看一些自媒体的内容 或是什么的 嗯 它就是一直有新的形式 跟不同的内容的方法出现 嗯 那必须先找一个自己能用的吧 因为你看了很多 但是你自己都还没有做过或使用过 我觉得那个都有点太远了 嗯 所以你会觉得行销它是 该怎么说 它是很难预测 还是它其实如果说你真的功力有道 它预测其实会变得很简单 不管是代理上啊 或是做公司的行销 你在做预测 你可能做一些市场调查 或是做一些 campaign的预测 你可以知道买媒体有多少效益 这是一定的 因为媒体 你投FB广告一定会知道 但它真正能扩散到哪里 我觉得你还是要去做就是对的事情 它会去柯文哲 就是你要做对的事情 你知道往这个方向发展是正确的 那它就会带起品牌声量 那你就是勇敢去做 因为下决定其实我觉得非常难 如果有接一个blending的专案压在你身上 然后你可能是一个负责人 你要去预测说 这到底会扩散多少 我觉得只能预测一个大概 那剩下就是等执行 休息一下进广告 你加入我们的脸书私密社团了吗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 欢迎到脸书上搜寻理想生活设计 或者是在网址上输入 我们会在那里做节目后续的内容讨论 然后你也可以在上面发表你对节目的看法 以及希望我们做的内容 期待在社团里见到你 广告结束 那我们回到节目里啰 那你觉得要怎么样去检视自己的能力 有没有成长呢 就是我在这边也蛮卡关的 就是我知道我自己有在成长 可是我不太知道我自己成长了多少 你觉得要怎么样去 有点像是验证自己 验证自己吗 对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你持续在做我刚刚说的对的事情 那流量可能就会慢慢进来 那更多人会认识你 来问你会的东西 最简单来说 你的粉砖人数有增加 这是最最最最简单的方法 粉砖人数有没有增加 那你做的东西是不是有被更多人看见 是不是有更多人来询问你 跟你想要跟你合作 有一些新的机会 我觉得这个就是你可以当成一个简单的点去 检视自己的能力是否有成长 第二个点的话就是我觉得 有一个方法就是你要给自己压力 或是让自己每天都有固定做某一件事情 我必须每个礼拜几更新 那这其实就是一个压力 它迫使你去成长 那你再回头来看你的内容的数字跟数据 你就知道说自己有没有成长 例如说我今年如果没有破10万追踪的话 我就要请所有按赞的人 就是飞来美国之类的 这有点太恐怖了 压力一定超爆大 我跟你讲你觉得会突破10万 真的吗 你要我下这种 没有啦 我只是举例啊 你可以请鸡排就好 那你觉得对于完全没有行销经验或者是概念 但是又想要自学的人 就是现阶段什么事情是最重要最需要转足的呢 我觉得可能要先找出自己的兴趣 然后试着做最小型试验 例如说卖个小东西啊 或是行销自己 例如说你去面试你 你在跟面试官的对谈当中 其实就是行销自己 我觉得可能多练习吧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做自媒体 那你在试着包装自己 那你在试着包装自己卖东西的中间你可能遇到一些困难 你可能就会去看一些策略的书 或是一些行销的书 成长爱客的书 去看这些书去补齐 那如果缺文案可能就去看文案 例如说你可能对Jaze非常有兴趣 或是对嘻哈老者非常有兴趣 那你可能先从写一个嘻哈的东西 然后目的让大家认识 那你其实为了这目的你就会 就是走一段路啊 就是让更多人去知道你 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可以慢慢把你没有行销经验这段补起来 那我来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你认为理想的生活是什么 这一题蛮难的 大家都这么说没关系 每一个来宾都这么说 理想生活可能是随便想都可以想出很屌的创意 这蛮好的啊 这不简单的 这超不简单 然后有一个充满强者的团队 然后做出许多作品来影响 就是世界人们的认知 没问题 那如果大家对你的作品感兴趣的话 应该要去哪个平台才能找到你呢 大家可以来我的Facebook 就是严中军 或是加入我刚刚说的 就是行销认者设计 没问题 这些连结呢 我都会放到这一集的show note里面啊 包含中军 刚刚突然 噼里啪啦讲的一大串资源 我也会放到这一集的show note里面 所以感兴趣的听众呢 里面都找得到 非常谢谢你今天上这一集的节目 好 谢谢 谢谢 邀请 不客气 谢谢 今天的重点recap 一 如何从零开始第一步呢 如果说你是学生的话 主动担当团体中的公关宣传 或者是活动的角色 就可以来达到一个练习的效果 那如果说你是社会人士的话 找一些side project 或者是卖点小东西 宣传自己的品牌 然后看看呢 这路上遇到了什么问题 东西是不是卖不出去 然后呢 主动的分享 想办法 还有研究 问朋友去解决问题 二 多看看国内外的案例 然后呢 分析这个企划 成功或者是失败的原因 再来看看 有什么是你可以截取 可以学习 或者是可以借尽的地方 三 如何去验证自己的能力 到底有没有成长呢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看数字 给自己一个目标 例如说粉丝数 互动率 转换率 这些东西呢 都是数字 你可以开始试着 用某个行销手法 来看看这些数字呢 有没有成长 或者是你也可以 给自己一点压力 例如说你可以昭告天下 跟很多朋友说 来维持频率 或者是一致性 但是呢 只要你定时灌溉的话 尽管这个方法 比较难衡量 你也一定会成长的 我个人认为呢 行销其实还蛮像玩股票的 就算是你非常有经验的 资源也很多 你的预测能力很强 但是无论如何 你大概还是只能抓到 百分之八十 就是剩下的二十 真的是要看当时的运气 当然还有天时地利 人也要合 可是我认为呢 大部分的人 都把行销想得太复杂了 有的时候呢 你可以从很小很小的地方开始 嗯 例如说我 我以Instagram为例的话 如果你有在使用 Instagram的商业后台 商用账号 你可以看得到一些数据 那这些数据可以告诉你什么呢 它很简单的可以告诉你 你的观众是谁 你的观众是哪里人 你的观众是几岁到几岁的人 你的观众的性别 他们上线的时间 那这些数据它就是很简单的会列给你看 你就可以去试试看说 嗯 你能不能推敲出一些行销的手法 假设呢 嗯 我的观众都是在星期三晚上十点上线 那是最popular的时间 那也许 你就可以开始计划说 OK 在那个时间点po文 那除了po文以外 你还可以做什么 你还可以再思考一下 在那个热门的上线时段 你的观众可能都是25到35岁的华人女性 那 他们想要看什么样的内容 所以呢 你运用一下自己的common sense 就是运用一下你的逻辑 正常的去推敲一下 就是猜一下 模拟出一个picture 然后你再加上一些自己的内容 无论你是在讲美妆啊 在讲运动 在讲摄影 还是讲美食 你能不能够去想象一个 符合这个年龄段的 台北女性 想要看的是什么样的内容 毕竟呢 如果说假设你是在讲美容保养 然后你的观众呢 大概是在 假设是18到25岁 那很简单的 你其实就可以 推判出 抗痘痘的内容 会比 抗皱纹的内容 还要好 因为很正常啊 你的观众还不到 面临皱纹的年纪嘛 所以呢 这就是一个common sense 这是一个基本常识 其实 你就可以很简单的 把这样的一个基本常识 运用到你的行销技巧上 那 这样其实 也是一个定位 然后呢 我觉得行销它其实就是要 一直在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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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有用的 也不一定一直都有用 那曾经不拥有的 有一天它可能有用了 所以这真的是 就那个80% 20%的话呢 就是 看天命了 那其实我也是 从一个行销的门外 和 进到线上产业的人 所以我知道 一开始 那个一开始 会有多 母沙沙 如果说呢 你常常 看不懂 行销术语的话 我觉得其实就是先查 像是我以前 什么都听不懂 我不知道什么是CPM RI是什么 或者是什么 是Convert Rate 或者我也不知道 什么叫做Code to Action 这些东西 我都听不懂 但就是先查 然后呢 你查完之后 你就会知道定义了 你知道定义之后呢 你就开始去联想 做一个联想 OK 这个东西 跟我的产品 跟我的内容 有什么关系呢 我可以怎么用它 那为什么它很重要 为什么我要用它 它可以帮助我 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就是透过这样子 一直去练习 一直想 一直想 那只要你一直接触 一直吸收 一直看 其实你就会懂了 我就是这样慢慢懂的 我真的是一开始 什么都不知道 但后来我就是开始 看很多这样子的资料 那有一些新的名词 尤其那些名词 可能又是国外来的 就听不懂啊 如果说这个东西 你听不懂 那一篇文章下来 你就没有办法去理解 这篇文章的行销的技巧 或者是这篇文章的重点 到底在讲什么 所以呢 如果说有不懂的单字 先去查定义 查完了之后呢 开始把这个定义 放回这篇文章里面 然后去看 OK 整篇文章看下来 那这篇文章到底在讲什么 就是运用一些逻辑的思考 然后去猜猜看 先 那 透过这样的方式 你就可以 开始推敲出 所谓的行销策略 听起来很难 但其实呢 万丈高楼都是平地起的 所以我相信 如果说你今天呢 开始追踪刚才 严重军在节目里面 有提到的几个平台 每天看 就算是 花个十分钟也好 在你坐捷运 坐公车的时候 每天看 去吸收 去思考 你一定会进一步的 如果说你有任何问题 都很欢迎你回到我的网站 或者是Instagram上面找我 我的网站网址 和Instagram的账号 一样是 ZOEYK.CO 请在Instagram上面标记我 记得把这一集的节目截图 可以放到你的Story上面 然后Hashtag 左边茶水间 或者是直接 Tag我 小老鼠 我的账号 那如果说你有任何不懂的地方呢 我也很欢迎你加入我们的社团 或者你也可以到 严重军的社团 今天真的是非常谢谢你的收听 我希望今天这一集的内容 真的有带给门外汉的你 一点点帮助 就是大概知道 至少知道要怎么样的去开始 那我也知道你非常的忙 所以我非常感谢你愿意花时间 来收听这一集的内容 现在呢 也请你再用30秒的时间 好好的思考一下 你是不是能给自己一个行销的计划 然后承诺自己 在年底前完成些什么呢 好好思考一下吧 我们下次见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